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老板骂了员工老李 老李很气愤 一回家就跟妻子找茶吵架 而妻子也觉得莫名其妙 一窝火就狠狠踢了一脚身边打滚的猫 猫无端被踢就躲出家门避难 跑到外面 正遇上一辆汽车 司机为了避让猫 一个紧急转换 竟一不留神 撞上了一个放学回家的孩子 而这个孩子 恰好是老李的儿子 这就是所谓的踢猫效应 可见 人遇到不顺心之事时 如果不能管理好情绪 就会引发一系列恶性事件 最终引发祸不单行的惨案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因为一时一世的不合一 就无法管理和控制好情绪 任他放纵肆虐 最终结果就是被坏情绪吞没 不断切怒于他人 造成恶性循环的恶果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有个室友陈月 口头禅就是 我怎么这么倒霉 说完这句话的他 常常陷入低气压当中 我们说什么 他听到都会反对几句 久而久之 我们也就能不跟他说话 就尽量少说 记得陈月有次在社团受了气 再请示大声抱怨社团成员的多事 于是第二天要交的作业 也没有心情写了 郁闷地爬到自己处于 上铺的床上玩手机 结果 突然又听到他一声尖叫 手机摔到了地上 屏幕碎了 他更加的闷闷不乐 看着手机上碎了的玻璃盖 和渐渐花瓶的显示屏 烦躁到叫也不想睡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睡着的他 课也没能去上 作业也没交 结果又被老师记了名字 提出了警告 他便又开始抱怨 自己的倒霉 可是 这一连串的倒霉 难道 真的是因为运气不好吗 如果他能管理好 自己的情绪 没运 便会从社团会议 就停止 他可以和成员 好好沟通 解决办法 然后便完成作业 再休息 这样便不会落得 第二天醒来 更加郁闷的下场 还得花上几百块 去修手机屏幕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你看 有时候啊 并不是霉运 给了我们坏情绪 而是 我们不能管理好坏情绪 才加剧 并延续了 我们的霉运 有人尝过放纵情绪的苦 自然就有人品过 管理情绪的甜 能把情绪管理好的人 绝不是泛泛之辈 罗子军就算一个 我的前半生中 罗子军的禁语 可谓一下子 从天堂跌进凡间 从羡煞旁人的全职太太 沦为平凡的打工族 此时 有人极尽奚落嘲弄 表面上加以帮忙 私下却大肆宣传 她的落魄现状 等着看笑话 还有人介入她 幸福的家庭 可她却每次 都成功地 压抑了自己的怒火 最后 凭借着专业的能力 和良好的服务 顺利地让业绩越来越好 罗子军的隐忍 与坚定的上进心 不但让她收获了 新同事们的尊敬 也打动了许多的观众 引发了无数深思 是啊 工作当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 不顺心的事情 明枪按键 防不胜防 我们如果事事都要 逞一时之气 换来瞬间的畅快淋漓 便也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罗子军的工作来之不易 她是赢得儿子 抚养权的重要筹码 更是一家子开销的 唯一保障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让她保住了工作 也维护了尊严 最终成为一个 越来越强大的人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福报 能把情绪管理好 便已经成功了一半 因而这样的人 也更容易取得成功 心理学上说 蝴蝶效应 坏情绪也是一样 是可以传播 并且无限放大其后果的 虽然她看不到 摸不着 但是经常生活在 负能量环境下的人 也会变得压抑 因而懂得 不肆意传播坏情绪的人 才更容易获得 他人的青睐 主持人李静 曾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她创业初期的困难 那段昏暗的日子里 她常常忙得 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连轴开会 到处找电视台 推销自己的节目 喝酒应酬后 吐完 然后整理好自己 又紧接着跑去开会 因为当时经验不足 再加上资金欠缺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她总感觉心头沉重 难以说解释 她甚至会放声大哭 但一到家门口 她就立马抹干眼泪 跟没事人似的 走进家门 她不抱怨一句 第二天醒来 便再一次满怀希望的工作 不迁怒 是一个人最高尚的修养 2005年 中国成立第一档 网络视频互动谈话节目 近距离 由李静主持 2009年 近距离更名为 非常近距离 活遍全国 她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一半都要归功于 情绪管理能力的强大 这其中既有不让情绪 打败自己的坚韧 更有不让自己的坏情绪 影响他人的高情商 只有这样 你才能在一个 良性循环的环境中 不断地收获正能量 从而战胜自己的坏情绪 运气也就越来越好 荷兰阿姆斯特丹 有一座古寺院 院里有一块石碑 碑上刻着一句话 记忆成为事实 只能如此 即使说 如果这个事情 已经是事实 我们不能改变它 那么我们要做的 就是接受它 想起海伦凯勒的故事 在海伦一岁半的时候 连日的高烧 使他昏迷不醒 而当他苏醒过来时 眼睛烧瞎了 耳朵也烧聋了 他的一生87年 生活在无光 无声的世界里 可他却在这段时间里 考入了哈佛大学 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 一生中 先后完成了14本著作 海伦凯勒在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写道 每当我不高兴的时候 我一定会躲进花丛 把哭泣的脸 藏进那些湿润柔嫩的树叶之中 它们的清香能安慰我 一会儿 我的坏情绪就不见了 能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人 不仅能治愈自己的苦痛 还能感化身边人的悲伤 一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治愈了多少悲伤的灵魂 让它们重获新生 而海伦凯勒自己 也用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 感化了自己的一生 使其在无光无声之处 依然发光发热 是啊 能管理好坏情绪 将会是你一生的福报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你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